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研发科10月终于正式发表旗舰5G智慧体AI晶片。 天机9400的第二代全大核CPU架构,包含一个主频高达3.62G的Cortex-X925超大核,以及三个Cortex-X4超大核和四个Cortex-A720大核,其单核效能相较上一代,提升35%,多核效能,提升28%。 天机9400采用台积电第二代三大米制程,相较上一代同效能功耗降低40%,助力电子装置,实现更长的电池续航时间。 天机9400集成联发科第八代AI处理器MPU890,拥有远胜以往的生成式AI效能。 MPU890率先支援端测LOW RA训练和端测高画质影片生成,并面向开发者提供AI智慧体化能力。 天机9400的AI效能和能效得到显著提升,相较于上一代。 大语言模型LLM的提示词处理效能提升80%,功耗节省35%,为万千AI创新应用,打造面向未来的智慧运算底座。 天机9400还集成天机AI智慧体化引擎Demensity Agentic AI Engine,可将传统AI应用程式升级为更先进的智慧体化AI应用。 研发科正在积极与开发者合作,为AI智慧体、第三方应用程式和大模型之间提供统一的标准接口,实现AI跨应用串联,从而高效地运行边缘、AI运算和云幅。 同时,该技术还可缩短,AI产品的开发周期,有利于加速构建、应用更丰富、体验更出色的天机AI生态。 天机9400搭载新一代旗舰12和GPU Immortus G925,其峰值效能相较上一代提升41%,功耗节省44%,光线追踪效能较上一代提升40%,游刃有余的效能大幅提升游戏沉浸感。 天机9400支援PC级的天机OMM光追引擎,可渲染出逼真的游戏光影效果。 此外,天机9400搭载的星速引擎,还支援业内先进的插针技术和超分技术,不仅提供丝滑流畅的游戏体验,还可以在呈现精彩画面的同时降低功耗,延长电子装置续航时间,让玩家游戏更进行。 天机9400搭载旗舰级ISP影像处理器Imagic 1090支援天机全焦段HDR技术。 影片创作者可以轻松捕捉每个焦段的美好画面,凭借天机丝滑变焦技术,还可以实现出色的平滑影片变焦捕捉移动主体。 天机9400优化了影片录制和影像拍摄时的功耗,相较于上一代。 4K60帧影片录制功耗,可降低14%。 联发科董事总经理、机营营运长陈冠周表示,作为前沿科技的推动者,联发科始终坚定不移地践行使命。 积极推动生成是AI技术与应用的快速发展和普及。 天机9400支援各类功能强大的智慧体化AI应用,可预测用户需求并提供个性化的智慧服务,同时率先支援端侧LOW RA训练和影片生成技术,为电子装置赋予先进的生成是AI能力。 天机致力于为用户打造非凡的旗舰体验,第四代旗舰晶片天机9400不仅拥有卓越的效能,其高能效设计更是一脉相承。 他们相信,通过持续的技术突破和产品创新,联发科将实现市场份额的稳步增长。 纵观今年的手机圈,多了一些前几年没有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有了不少热子。 苹果抛弃了沿用三年的错带晶片方案,终于是给iPhone16标准版用上了300米制程的新款A18晶片。 但是,CPU和GPU的效能都没有特别大的惊喜,隔壁家高通,抛弃了这些年一直在用的ARM架构和没改多久的命名,也是一副要虎视眈眈,盯着旗舰市场猛推进的感觉。 当然,最大的变动还是天机9400,这颗联发科的新款旗舰处理器,居然成为了今年第一颗发表的安卓旗舰晶片。 作为发哥的年度压轴大作,天机9400延续了史无前例的拳大核设计,而在效能和能效方面都有显著提升。 而对AI效能、光追效能的执着追求,更是早早就赚足了大火的眼球。 常温下安兔兔跑分可达近285万分,在实验室环境下更是可以达到300万分左右的超高分。 在绘图处理方面,天机9400配备了ARM Immortality 925MP 12GPU,并支援第二代硬体及光线追踪技术,能带来OMM技术的全局光照效果,为用户提供了更为逼真的游戏体验。 相比天机9300的峰值效能提升41%,峰值效能下的功耗降低44%,这样的效能表现,让天机9400进入了后满帧时代。 这无疑将大幅提升行动装置的续航和长时间游戏表现。 此外,天机9400还集成了多项先进技术,如再次突破的天机星速引擎和Extra Range 3.0技术。 这些技术将显著提升用户在游戏中的体验,确保游戏的流畅进行。 从不少第一手测评数据来看,也确实如此。 至于这款晶片的一大看点,AI方面的能力。 天机9400拥有强悍的端侧多模态AI运算效能,处理能力至高达50TOKENS每秒,搭配上天机AI智慧体化引擎, 可将传统应用提升为能够进行自主感知、动脑推理、协作行动的高度智慧化AI应用, 让手机真正成为生活工作的贴心助手。 法哥今年这波操作,无异于给全球下半年这毫无波澜的手机圈注入了一批新的血液。 光满厂这一个月准备发表的,就有全能旗舰Vivo X200系列, 全新小荧幕旗舰Vivo X200 Pro Mini, 黑厂这边,OPPO Find X8系列也是虚实待发, 就等着和卫星版一起上线。 可以这么说,天机9400这一代, 法哥真的是把牙膏都挤爆了。 作为旗下又一款效能能效、奠定行业标准的SOC, 肯定会赢得更多手机厂商的入局。 各位观众确实可以期待众多的首发新机。 在这次的天机9400发表会上, OPPO官宣Find X8系列将搭载天机9400。 没想到,随后就已经有OPPO的天机9400量产机的效能测试了。 在元神和星铁以及明朝的测试中, 帧数和功耗都有很不错的表现。 看来那句天机上线看, Apple没说错, 潮汐引擎加值下的天机9400效能相当震撼。 总体来看, 天机9400凭借先进的第二代全大核架构设计, 强力升级的GPU和NPU处理器, 带来一如既往强大的高智慧, 高效能,高能效,低功耗特性, 在端策AI、行动游戏及专业影像等方面实现体验跃升, 不能行动装置向AI智慧体化加速埋进。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